詩篇第109篇 《願你派一個惡人核制他,派一個對頭站在他右邊,他受審判的時候,願他出來擔當罪名,願他的祈禱反成為罪,願他的連日短小,願別人得他的積分,願他的兒女為孤兒,他的妻子為寡婦,願他的兒女漂流土飯, 從他們荒涼之處出來求食,願強暴的債主牢籠他一切所有的,願外人搶他牢牢得來的,願無人向他延綿私恩,願無人可憐他的故意,願他的後人斷絕,命之被逃抹,不存於下代, 願他祖宗的罪業,被耶和華紀念,願他母親的罪過,不被逃抹,願這些罪常在耶和華面前,使他的名號斷絕於世, 因為他不想私恩,卻迫不困苦窮佛的和傷心的人,要把他們致死,他愛咒罵,咒罵就臨到他,他不起愛福樂,福樂就與他遠離, 他拿咒罵當衣服穿上,這咒罵就如水盡他裏面,將由入他的骨頭,願這咒罵當他遮身的衣服,當他常促的腰帶, 這就是我對頭和用惡言議論我的人,從耶和華那裡所受的報應, 主耶和華,求你為你的名恩待我,因你的慈愛美好,求你答救我, 因為我困苦窮佛,內心受傷,我如日影漸漸偏邪而去,我如蝗蟲被抖出來, 我欣禁食,失骨軟弱,我身上的肉也漸漸受了,我受他們的羞辱,他們看見我便搖頭, 耶和華我的神啊,求你幫助我,照你的慈愛拯救我,是他們知道這是你的手, 是你耶和華所行的事,任憑他們咒罵,為願你恥福, 他們幾時起來就必蒙羞,你的仆人卻要歡喜, 願我的對頭披戴羞辱,願他們以自己的羞愧為外婆借身, 我要用口極力稱讚耶和華,我要在眾人中間讚美他, 因為他必站在窮佛人的右邊,要救他們脫離審判他靈魂的人。